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七九二章兴师问罪 华夏的网民就是这样的 你做出的决定不管对还是不对 历不历明都要有人喷 并且阐述自己的观点 而且强调自己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 当然 叶浩轩之前给港野治疗的事情 现在几乎传遍了华夏 得到了极大部分网民的支持 直到现在 港野治疗选病的视频还在网上广为流传 而且火爆整个网络 叶浩轩此举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叶浩轩摸出手机 登上自己的微信 发了一条微博 在这个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曙光医院的收费模式 现在不会变 将来也不会变 叶浩轩的微博一发 瞬间有了数百条的支持者 你现在是公众人物了 说话就不能小心点 唐斌有些无语的说 我做事向来止碎本心 要是因为网上某些喷子的话 影响了我的决断 那我还谈和发展中医 那些鼠目寸光的人 永远都只能在网上发发牢骚 后天京城各大医院要举行一次会议 点名要你去参加 我看这次 来者不善啊 唐斌甩出来一封信 叶浩轩打开一看 只见上面是京城十几所大型医院 联名发来的信函 要他后天上午九点准时到某地 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这貌似是学术研讨会吧 为什么会说 来者不善 叶浩轩有些不解的问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唐斌瞪着叶浩轩道 我还是不大明白 叶浩轩摇摇头 那我问你 曙光医院的规模现在有多大 唐斌问道 华夏第一 至少抵得上京城三个大型医院的规模 叶浩轩想都不想就回答道 那来这里看病的人多不 唐斌又道 多 刚才还有护士哭着找我本人来请假 说好久没有休息过了 因为病房始终都是爆满着的 护理人员有缺口 所以好多护士很久都没有休息过了 叶浩轩道 且不说住院的病人有少 因为住院的病人都是重病号 那些病不算太重的人 你开点药就打发走了 根本不用住院 这些不住院的人才是大头 我们医院底得上三家大型医院的规模 你想过没有 我们医院每天接诊的病人是多少 唐斌取下了眼眶上的黑框眼镜道 像那些感冒发烧的病人 在我们医院开些药 或者针灸 挤针就好的人 在别的医院 至少要花个几千 所以我们医院 至少抢走了京城其他医院40%的病员 这还是保守估计 锐减了近一半的病号 你觉得 其他医院的院长们还做得住 我明白了 叶浩轩这才恍然大悟 他苦笑到感情是别的医院联合起来 兴师问罪来了 对 他们打着学术交流的旗号 其实就是想约你当面谈一谈 因为曙光医院迅速的崛起 已经触动了京城大部分医院的利益了 唐斌道 那又怎么样 有本事 他们也把费用降下来啊 叶浩轩笑道 正常医院的收费确实贵 但是华夏所有的医院 都是这么一个情况 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 是一时半会而扭转不过来的 唐斌叹道 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找我有什么好谈的 他们直接把费用拉下来不就好了 我不仅要拉动京城医疗费用下降 我还要拉动整个华夏的医疗费用都下降 叶浩轩冷笑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这些家伙的资料我已经让军次给你列出来了 都是一些老资格了 唐斌打开一个文件夹 里面有十几家医院院长的资料 叶浩轩逐个打开看 只见这些老家伙们的屁股底下没一个干净的 他看了几个就把这东西给关了 打印出来 我后天用得早 叶浩轩淡淡的说 好 唐斌点点头 把这些资料逐份打印了出来 名流会所 顶层的专属办公室之中 杨瑞明脸色铁青的看着浮在自己跟前的那名女郎 那名女郎性感妩媚 整个人身上都散发出让男人迷惑的气息 只是这名让所有正常男人看了都会为之发狂的游物 让杨瑞明没有一点反应 滚 杨瑞明突然一脚 把他跟前的那名女郎踹了出去 杨 杨绍 女郎惊恐万分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让你滚 杨瑞明脸色铁青 冷冷地盯了那女郎一眼 知道杨瑞明的脾气 那女郎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她低这头就要退下 今天的事情 敢透露半个字 结果你知道 杨瑞明喝道 女郎愣了片刻 这才想起来杨瑞明指的是什么 她连忙点头道 我不说 打死我也不会向外面吐露半个字的 杨瑞明挥挥手 女郎这才惶恐地退了下去 虽然她怕劫了杨瑞明 但是她心里忍不住诽谤废人一个 老娘这么卖力 你都没有一点反应 死太监 杨瑞明提起了裤子 她脸色铁青地走到了窗口 看着窗外灯火辉煌的京城 她心中就涌起一阵想杀人的冲动 当天叶浩轩派人来对她和薛红云施展了极乐珍 自从当天以后 她的小弟弟就再也没有过反应 她不管试了多少种办法都没有一点作用 她就那样垂头丧气地垂着 就好了像此时如丧家之犬的杨瑞明一样 生平第一次 杨瑞明认识到了叶浩轩的手段 有多恐怖 而这仅仅只是叶浩轩一次小小的反击 因为她要顾全大局 所以她和薛红云才没有被她除去 如果不是叶家要顾全大局 叶浩轩顾忌的东西太多 她和薛红云 早就不知道怎么死了 叶家是大事不错 但也正是因为她太庞大了 所以她不得不顾全大局 就在这个时候 办公室的门一开 同样一脸铁青的薛红云走了进来 一看她难看的脸色 杨瑞明就知道她的遭遇 和自己的遭遇是一样的 当天君子同时向两人施展了极乐珍 薛红云的身体素质 比起她来还有所不如 所以她的情况还不如自己 怎么样了 杨瑞明沉申问道 情况跟你一样 不过我之后找到了一名老中医 他看了之后 只是摇头说 我的情况属于肾气透支的严重 开些条理的中医给我 连服半个月 就会好了 不过以后要节制房事 不然的话还会犯病 而且能力也会大不如以前 薛红云脸色铁青的说 叶浩宣这一招真狠呐 杨瑞明神色英丽的说 我说过 对付他这种人 我们就要一棍子把他给打死 一旦打不死他 他就会反过来把我们往死里咬 这一次 如果不是顾全大局 我想我们就不是杨伟这么简单了 我了解他 他是一名中医 他有一百种方法 能让我们死得查不出来半点痕迹 薛红云咬牙切齿地说 一棍子打死他 太便宜他了 杨瑞明冷笑道 你想怎么样 跟他玩智商 薛红云吃笑了一声道 不是我说 你杨大嫂 你芮子的名头 在他跟前屁都不是 还是按照我的说法吧 找准时机 一棍子打死他 以绝后患 我不像你 名头一半是吹出来的 一半是靠着自己 有一个机智过人的妹妹 杨瑞明冷冷地说 看来 叶浩宣这一次没有把你打痛 我敢打包票 不出三天 你一定还会在他跟前栽个跟头 薛红云并不生气 是吗 什么时候薛大少也能这么神机妙算了 杨瑞明冷笑道 那咱们拭目以待 薛红云说完 转身离开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道 我的病是在城北一家中医诊所看的 你也去看看吧 老中医说了 这病一般人质不好 薛红云说完 便不再理会杨瑞明 转身独自离开 草包 一年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我就不相信 叶浩宣能玩过我 杨瑞明冷笑道 就在这个时候 他一名下属匆匆地跑了过来 低声道 杨少 出问题了 什么事情 杨瑞明冷冷地说 刚才有人造你的谣 那名下属吞了吞口水道 造我什么谣 杨瑞明意外地问 这个 那名下属有些犹豫 他在考虑要不要把事情给讲出来 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 杨瑞明淡淡地说 有个女人 就是刚刚从你房间里走出来的女人 他说杨少女 不举 那人艰难地把最后一句话吐了出来 杨瑞明的脸色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他随即恢复了镇定道 这种谣传 也有人相信 可是 那女人有证据 那人连头都不敢抬了 什么证据 杨瑞明诧异地问 杨少 您看 那人拿出手机 从网上找出一段视频 薛红云一看 脸色瞬间变成酱紫色 自从叶浩宣对杨瑞明施展极乐真之后 这些天杨瑞明心急如焚 他可没少找女人帮自己解决 可是每一次都徒劳无功 身为京城 三大才子之一的瑞子 他是绝对不能让人知道 他有不举这个毛病的 所以每次请来的女郎临走的时候 都不免会被他警告一番